电信网红网腰近年积极发展电商事业 经过多年努力 终于顺利买下了第一间房 然而近日他却发文 气氛控诉装潢公司 收了自己100多万的费用 装修整层二楼主卧 去年交屋后仅仅过了4个月就状况百出 出现Bi 漏水等问题 网腰强调装潢时并没有更新新管路 而且从他晒出的聊天记录中 也可以看见对方在出现问题后 不曾给予回复 让他被迫自己收拾残居 他谈言这篇文章 忍了超级久才发出来 一个家装潢美好 忍了快一年 自己脾气真的很好 接着网腰也奉劝大家 装潢最好还是找认识的人 毕竟之前发文的时候 也有朋友被同一个设计师所害 希望大家能避雷这家恶毒的装潢公司 有时 jo 这你 español 1月3日 2月3日 你 我 跟 大 你 他 你 今天 也 请 感谢观看